台电公布去年全台22线市节电大数据调查 其中花莲市再度被评比为节电王 台电花莲区处的营业处处长李淑芬 特别拜会了市长魏佳燕 除了肯定花莲市协助推动节电政策绩效良好 也特别邀请魏市长1月6号可以前往台北台电总公司来接受表扬 台电每年进行全台湾22线市节电大数据调查及节电累积互次 选出各个县市的节电冠军行政区 其中花莲市再度被评比为节电王 台电花莲区营业处处长李淑芬亲自前往市公所 向市长魏佳燕报告这个好消息 我们今年度的一个节电竞赛是花莲县地区的一个节电竞赛 那我们花莲市本身就是拿到第一名 花莲县的话花莲市是住宅最多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花莲市民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素养 就是他会去做一些随手关灯啊 会比较省的那种 明风比较淳朴所以他们都会比较 对于这方面都会比较节省 那都会随手关灯 所以他大概这种习惯 所以我们常年观察就是说花莲市都会拿到冠军 市长魏佳燕非常感谢市民朋友能够有节电环保爱地球的观念 市公所也会继续协助宣导节能减碳政策 让城市更加美好 在这部分后真的很感谢台电来这边做一个邀请的动作 那未来也希望在明年度我能够在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在宣导节电的部分 那不管是在孩子的活动或者是社区大人的活动 我都会一一的来推广 那也希望随手关灯能够爱护我们地球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那也希望说用这样的观念来让子子孙孙都有电 都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来使用 台电花莲区营业处邀请魏佳燕市长 能够北上参加1月6号节电王表扬大会 也希望更多花莲乡亲能够继续落实节电行动 一起来珍惜地球能源 谢谢你会欢迎市报道